现在是加拿大时间的凌晨三点钟 我已经出发去Whistler了 事情是这样的 昨天我看了一个视频 是一个Whistler博主叫Kevin 他们去年拍的一个Whistler First Chair的视频 然后Kevin是大概五点半到 然后他们就坐了First Chair缆车 然后我今天想着反正都是早起 那早起一个小时和早起两个小时没有区别 所以我就两点半就起了 然后三点钟准时出发 争取看能不能做一个成就 拿一个First Chair的成就 我觉得可能很多温哥华本地的小伙伴 都没做过First Chair 是吧 所以我如果能拿到这个First Chair成就 感觉也是挺开心的 好 那就出发 我现在是温哥华本地的厕所 花时间早上五点 啊我现在在 black count gondola 下面 之前听说 whistler 啊 powder day 每天都会排很多人 然后之前觉得 whistler很卷 所以今天我打算卷死他们 我五点钟就到了 感觉其实 五点到的话 first chair 很稳哈 而且像我这种 出生在中国 成长在中国 经历过中国应试教育的 同学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那如果我想卷不分分钟卷死他们 好吗 不要 好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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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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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今天刷粉刷的太爽了 我一下懒车每条道都是粉 而且是那种无痕粉 没有被划过的 那种感觉太爽了 我今天发现了几条很有趣的道 就我划了很多次以后 那条道还有很多粉 就大部分人都不会去那条道 不知道是因为 他们不知道还是说 他们不喜欢划那条道 不过我想把这几条道分享出来 这样吧 如果我的视频 这条视频 点赞能超过十个的话 我就出一篇 Whistler专门刷粉的攻略 然后让你们不用起这么早 但是也可以刷到很好的粉 OK好就这样 拜拜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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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